好几只泰国虾排排站用打火鸡当比利尺 像这样一整只小虾还不到大虾的虾身长度 消费者怒了 破文指控遇到无粮鱼饭 买两斤五百元泰国虾 虽然老板娘有捞给他看 还是不满大小虾混着卖 认为业者不诚实做生意 破文控诉的消费者 趁着假日到高雄 而阿辽鱼市场买泰国虾 就是想追求新鲜又CP值高的鱼货 不过其他的活虾摊商 认为价格还算合理 摊商无奈 每批捕捞的活虾本来就有大有小 加上泰国虾还有公母之分 就会有体型差异 母虾通常比公虾小一些 母虾能吃到虾软肉质细嫩 公虾则是吃虾膏比较扎实 除了鱼市场还有钓虾场 也会卖活虾 母虾大约一斤四百元 因为先跟客人讲说 今天的虾汁有比较小一点 但是他的金两还是一样 只是说虾汁有小一点 不然他如果有嫌弃的话 就请他如果虾汁 因为每次他送来的虾汁也不一定 毕竟无法保证每次都是大虾 会尽量足精计算 既然都是面对面交易了 不止业者会提醒消费者也要多留意 才不会买回家后引发争议 TVBS新闻徐旭航 宋家军 高雄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